今天方圆请我喝咖啡 恭恭敬敬地 请我回去上班 那你答应了吗 我怎么可能答应 我傻 我先卖个关子 不是 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明天我再给你答复 小来了你 明天你肯定 屁掉点的去找人家 工作要有 面子也要有 老婆 坐坐坐 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呀 什么呀这是 你试试看 大蒜汁啊 你不是怕吸血鬼吗 你拿着个防身啊 你也相信有吸血鬼啊 世界上呢 是没有鬼的 但就怕有的人啊 借着鬼的名义去做坏事 你把这个放包里 你碰到坏人你就刺它 当然了 要是没有坏人呢 大蒜汁也可以消毒 消毒 消炎什么的都可以 好吧 你 你从哪儿弄的 我在单位捡的 单位能捡到这个 谁会带这个上班啊 对呀 我也纳闷啊 谁会带这个上班呢 调到哪儿了呢 调到哪儿的呢 好 辰野 欢迎回来 谢谢你啊 黄总 以前我室友做得 不到位的地方 以后还得请您 多如关照啊 我一直很欣赏你 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 会是愉快的 去人事部办下手续 今天就可以上班 好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我一直认为 你完全没有必要 活在你弟弟的阴影里 我向一些老同事 了解了你的情况 他们都说 你弟弟是一个天之骄子 而你是人参书家 不过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你弟弟 他才是一个老同事 他是财奥物资 是清高 他就算是博士又怎么样 他就算去了美国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其实美国人最讨厌的就是 那些只知道傻干 而不懂得去享受生活的 愚人 你弟弟的死 其实就证明了他的失败 所以 他的死就是 他失败的最好的命 你放屁 你可以说我是狗 但你绝对不能侮辱我弟弟 一个字都不像 你给我听好了 不管我弟弟成功还是失败 你连给他提鞋的资格 都不配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来 疼吗 不疼 好 想当初 想当初 我在学校门口单挑小流氓 一队我都不太含糊的 你呀老大不小的人了 什么事不能讲道理解决 非得动手 我就是看不惯他的嘴脸 自以为是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好不容易地工作失而复得 给你个一脚尾串了 多可惜啊 不可惜 什么破工作 我们不稀罕 听到没 妈是像着我的 陈坤啊 这回你哥替你出头了啊 把那个周八皮给揍了一顿 活该 谁让他嘴上不记得 陈坤啊 在天之灵 保佑你哥哥平平安安地 到了新的单位 跟领导搞好关系 安分收集改改他的驴脾气 不是 妈 你 你这个 心操得有点远了吧 这说得好像 我的工作有着落似的 为你的事 你妈忙活好几天了 什么意思 我工作真有着落了 别问我 让她自己跟你说 什么工作啊 包你满意的好工作 风吹不着 日晒不着 有双修 有保险 节假日还有福利 响当当的铁饭丸 怎么样 你妈是不是有两把刷子 关键时刻 还得老将出马 明天你跟我去 茅坊二厂 去见一下我以前的那个 谢主任以后 他就是你的领导了 茅 茅坊二厂 妈 你该不会 让我接你的班去 去织毛巾吧 想得美 织毛巾得有技术 我们厂仓库缺个保管员 我托谢主任 把你安排进去 看仓库啊 我不去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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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她不会去吧 现在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吗 要进国企比登天还要难啊 虽然工资低一点 但是铁饭碗一端 你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不是 妈 我才多大 你让我去看仓库 多丢人啊 你的工作要是有得挑的话 我才懒得管你这摊子事呢 你有得挑吗 我没得挑我也不去 你不去是吧 那行 你不去 你饿死我不管 赵地怎么办 他吃什么喝什么 吃西北风喝西北风啊 你要是懂事的话 你就领这份琴 你乖乖地去 麻烦二厂上班 永刚 搬那扇子给我 你吃 喂 你好 哪位找陈衍 对 我是在找工作 你那边是哪里啊 远天道路 我没去你们那儿应聘过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那边待遇如何 一个月九百 还有奖金 九 九百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个 明天我一定准时到了 请问贵心啊 郭经理 明天见 明天见 再见 工作有着落了 你不是没有应聘吗 谁找你啊 他说是别人推荐的 谁 我估计吧 应该是我们路段的人 妈 你听到了啊 现在金饭丸已经捧在手里了 你那铁饭丸就先旁边搁一搁吧 啊 麻烦你要去跟你们那个 谢经理说一声啊 我现在还没有缘分让他领导 九 九 当心 你那个是 是 是国企啊还是私企啊 郭经理啊 安排我什么工程啊 咱们这旁无非就那么几个工程 这关键啊 要看你想干什么 这还能挑呢 要想人尽其才 首先得应材施用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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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大家停一下啊 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 来来来 大家停一下啊 好 来来来来 大家停一下啊 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 来来来来 大家停一下啊 他可是个老资历了 以后大家在工作上 可以多下来请教 好 好 好 相互学习 相互学习 秦也 先给大家熟悉一下 回头说了工啊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看啊 给您安排个什么位置 郭经理 您费心了 没事 没事 好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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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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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快点啊 那都回来了 爸 来地呢 在屋里看电视呢 你来了 你有没有看这个一连幽默 上面这个 费云凡 太像甲方舟了 那个东东 那个气质 你别走 你干吗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让甲方舟 去帮陈爷找工作了 工作找到了 甲哥这效率太高了 我前天才跟他说的 今天事情就办成了 我的天哪 你要气死我是吗 我需要你替我做决定吗 李长廷 你什么意思啊 我好心帮忙好吧 我准备嘱咐过你 我说我的事 千万不要让甲方舟 掺和进来就乱来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咱们给家陈爷 能有点本事 无法得让去做这样的关系吧 我要不是事业这些东西 我刚吃也还不是为了 让你不受宠啊 你用得着 你只手画脚的 我用得着 你让我瞎靠心 好 好 好 我说得着 我说得着 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你 行了 行了 这来地也是好意吧 他好意什么呀 爸 他 你是好人 行是狗 你不是狗 说的就是你 我跟你说 李昭帝 有一天你跟你这样沉眼 你放饿死在大马路上 我看都不会看见 我为什么会饿死吧 你就是我饿死 我看你就是我饿死 你叫我是不是 我就救你了 我告诉你李昭帝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 我走行不行 我不想理你 我看你就烦 慢点走 我走 我现在走 来 来地 你也跟你说 有话好好说嘛 干吗发那么大脾气呢 爸 我发脾气都是轻的 你知道吗 我恨不得上去 掐他一把 诗人的嘴软 拿人手短 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程也 能找到工作是好事啊 要不然你们俩 都下款在家 这日子怎么过 怎么就不能过呀 爸 但是来地这样 你说过不过分 他明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 我有手有脚的 我 我可以出去打工啊 对不对 我不像跟一个要饭的似的 非得等着人家可怜我 算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程也知道就坏了 妹妹 妹妹 程也 到点了 收工了 收工了啊 收工了 好好好 知道了 好 走了 是啊啊 哦 Moder 陈也啊 今天也来报到了 佳董事长 您放心吧 我不会亏待她的 再说 陈也这小伙子啊 人也不错 后面啊 我还准备纵用她的 没有 没有 她没有起疑心 她绝对想不到这份工作啊 是您帮她安排的 对了 那个 佳董事长 我还有件事啊 就是上次那套电子监控系统的事 你看您 是吧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回头啊 我去登门拜访您 好好好 好 再见 太好了 谁啊 进来 进来 谁啊 谁啊 人呢 还真正习 我找我 常人是